气势磅礴的海军军歌 象征海军进而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的精神 海军队友管乐团12月31号 将受邀请回组营海军体育场 演中四首海军军歌 团员们都有回娘家的感觉 服装当然是没有 因为大家现在也都跟 二三十年前长得不一样 可能穿不下了 但是就是那个气氛会在 因为大家虽然不见得 同一起有当过兵 可是那乐曲是一样的 所以一演奏下去的感觉 就会回到青春年少的20岁的时候 而出身眷村的邓丽君 也有永远的君中情人之称 在这场音乐会中 特别安排演唱邓丽君的五首歌曲 并且用五种不同的语言唱出 也重温当年落军时的场景 从来没有一个歌手 可以去把这么多国家的语言 唱得那么好 所以我想说邓丽君 是我们眷村的子女 她的音乐上的表现成就 我想再用邓丽君的歌 来让眷村的部分 让文化更一次的让民众去正视 高雄市国军眷村文化发展协会 每年都会在年底最后一天 举办组卷乐章跨年露天音乐会 今年特别扩大办理 进行规划不同以往的节目内容 希望重现居民同乐 迎接新年的氛围 我们尽量就做成跟外面的音乐会有它的差异性 这个就代表眷村跟君跟民是一家 那么现在有四个里长愿意拿他的里棋 那么现在还有后线的一队 他们现在也在找人 左营是海军的重镇 保留最大单一居种的海军眷村 左营眷村人用精彩的活动 丰富2021高雄眷村嘉年华 用音乐一起告别2021年的最后一天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